女孩混入人群准备营救自己的弟弟 但他的眼泪把他给出卖了 其他人一拥而上将女孩摁在了床上 随后一只怪物被释放了出来 关键时刻一辆汽车冲进了屋子 男孩和女孩开车仓皇逃命 他们以为已经安全了 但殊不知一种未知的生物已经悄悄的上了他们的车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恐怖片惊天复制 被莫名生物咬伤的炮灰妹正在给老妈打电话 这时一个跟炮灰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尖叫着企图冲进屋里 炮灰妹看着门外的女孩表情就如同活见鬼了似的 惊得是目瞪口呆 男主和兰蒂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两人生活在一个枯燥单调且无聊的偏远小镇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两人利用微型摄像机开始拍摄小镇的日常生活 然后上传到视频网站 当他们正在小镇上瞎转悠的时候 大龄未婚圣女苹果姐把他俩交了过去 苹果姐手上拿着一个生了虫的青苹果 奇怪的是这些虫子步调一致整齐化一 看上去很像是有人在操控着 此时小镇的上空飘来了一种未知的病毒 他们将给这个民风淳朴的小镇带来一场厄运 女主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女孩 是男主梦寐以求的女神 只不过女主再过几个月就要到外地上大学了 这让男主的心情非常郁闷 男主的老爸是一位双腿未截肢的胖子 轮椅是他下班辈子最亲密的朋友 晚上男主和Landy正在散步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大龄圣女苹果姐的惨叫 两人跑过去一看发现苹果姐被一种神秘的生物给咬伤了 哥俩跑到门口看到神秘生物钻进了树林 两人追到路边吃惊的发现 这种生物居然主动钻进了牧师的盒子里 很显然这个咬人的小家伙是牧师放出来了 男主和Landy把拍到的视频让警长看了看 他们认为肯定是牧师在告鬼 但牧师曾有恩于这位年轻的警长 因此警长警告他们不要胡说八道 男主和Landy来到教堂准备找牧师当面指吻 牧师打开门 两人看到屋里还坐着其他一些人 看上去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活动 他们把视频拿给牧师看 但牧师却一脸的漫步在乎 男主和Landy决定把视频上传到网站上 把牧师的步轨行为公之于众 但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网络被人给掐断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两人再次来到了苹果姐家 但此时的苹果姐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不仅表情冷漠 而且腿上的伤口也不见了 双方正聊着的时候 从礼物传来了叮冷光当的动静 他们绕到房子的后面 透过窗户看到高中橄榄球队长大壮 被苹果姐绑在了床上 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最诡异的是 另外一个大壮居然出现在了窗口 这时候女主突然不请自来了 说自己的老爸出现了反常的行为举止 表情僵硬眼神空洞 说话也不着色溜 完全就像是一个行事走肉 男主和Landy跟着女主到家里一看 果然跟女主描述的一模一样 为了救出女主的弟弟 男主谎称到楼上撒叫 他在卫生间的竹框里 看到了女主老妈的尸体 这时候他们意识到 这个小镇真的是出了大事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再次求助于警长 三个高中生在警长的带领下 来到了女主家 虽然视频清晰地拍下了 女主老妈被害的画面 但警长到楼上的卫生间 查看了一番 根本就没有女主老妈的尸体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的老妈居然又出现了 女主上前拥抱自己的妈咪 但刚一接触 他就觉得这不是自己的老妈 女主本想带走惊慌失措的弟弟 但是被他老妈一口也回绝了 什么也没查到的警长挺生气 认为这一切都是 男主和兰迪搞的恶作剧 看着被软禁的弟弟 女主意识到强功肯定不行 只能想帮忙智取 三个人回到男主家的仓库 看到男主那位坐轮椅的老爸 居然站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一大帮阵面已经把他们的退路给封住了 牧师和苹果姐从盒子里 放出了两只咬人的小怪物 随后仓库大门被死死的锁住了 黑灯瞎火中 兰迪不幸被小怪物给咬上了 这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容器 男主老妈的克隆体突然窜了出来 把男主老妈本体的意识给吸走了 男主怒不可遏 用铁销把这个复制品给戳死了 三人从仓库逃出来之后 来到了警长家 这次警长信了 因为他亲手把自己的克隆体给毙了 几个人经过分析 认为这帮玩意儿 首先是利用小怪物把人咬伤 用获取到的DNA克隆出一个人 然后克隆人再把本体意识给吸走 他们正聊着的时候 大批的克隆人乌央乌央的杀到了 并齐心合力把警长的房车给掀翻了 其中又有兰迪的克隆体 为了保护自己的好朋友 兰迪主动跳了出去 把这帮人给紧开了 男主和女主模仿克隆人的样子 面无表情僵硬的往前走着 这招还真的奏效了 就连这帮人的老大牧师都没能看出来 阵中心点起了大火 烧掉的全是克隆人的本体 为了救出自己的弟弟 女主单枪匹马走进了一个房间 但他烂于充数的行为很快就被发现了 眼瞅着女主要遭毒手 男主开车猛的冲了进来 女主的弟弟趁这个机会撒子聊了 两人开车在街道上狂奔 可没跑出多远 男主就被小怪物吭吃咬了一口 此时小镇上的人基本上全被克隆了 为了把这件事传递给外界 两人决定到有线电视公司上传视频 两人在途中遭遇了蓝迪的克隆体 男主负责吸引蓝迪克隆体的注意力 女主从背后上去就是一板断了 然后两人齐心合力把这个帽牌货淹死在了水里 两人刚刚溜进电视公司 就遭遇了男主的克隆体 就在男主的意识将要被吸走的时候 女主举起大铁坤砸了下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的克隆体也出现了 紧接着两个副制品开始追查他们的本体 男主和女主跑进主机房 把拍摄到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站 很快两人的克隆体破蒙而入 男主打开二人画坛灭火装置 把这二位憋死在了主机房 随后两人来到了女主家的小木屋 见到了女主的弟弟 这时候电视上出现了恐怖的画面 原来很多国家都已经沦陷了 各个城市的街道上全都是行驶走肉般的克隆体 而男主上传到网站上的视频 过了很长时间播放两对零 不过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人类留下了一丝希望 一些幸存者开始在视频下面留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这个世界很奇幻 总有未知会出现 刚刚送走小飞点又迎来了大新冠 你说讨厌不讨厌